舔鸭洗脑,雅虎拍卖饭受终 第一条,为照顾老年农民生活,增进农民福祉,特制定本条例,本条例未规定者,适用其他法律之规定 第二条,本条例所称主管机关 在中央为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在直辖市为直辖市政府,在县,市,会县,市,政府 第三条,本条例所称老年农民,应符合下列各款资格条件 一,年满65岁国民,在国内设有户籍,且于最近三年内每年居住超过183日者 二,申领时参加农民健康保险之农民且家保年资合计15年以上者,或已领取劳工保险老年给付之余会甲类会员且会员年资合计15年以上者 于本条例中华民国103年6月27日修正之本条文施行前已参加农民健康保险,且持续加保,于申领时加保年资合计6个月以上未满15年者 其老年农民之资格条件不受前项第二款限制,并依第四条第一项规定金额减半发给福利津贴 以领取福利津贴之老年农民,于本条例中华民国103年6月27日修正之本条文施行后,为福第一项第一款锁定条件之一者,停止发给福利津贴至其原因消失之当月址 第四条,符合前条资格条件之老年农民,得申请发给福利津贴,自中华民国101年1月1日起调整为每月新台币7000元,发放至本人死亡当月址,其后每四年调整一次 由中央主管机关参照中央主计机关发布之最近一年消费者物价指数较前次调整之前一年消费者物价指数成涨率公告调整之,但成涨率为零或负数时,不予调整 本金贴之发放,经审查合格后,自受理申请日当月起算 经宣导一年后,自中华民国102年1月1日起,使申请领取福利津贴之老年农民,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发给,或停止发给至其原因消失之当月址 但102年1月1日前已领取福利津贴之老年农民,不是用之 一,最近一年度农业所得以外之个人纵和所得总额,合计新台币50万元以上 二,个人所有土地及房屋价值,合计新台币500万元以上 前向第二款土地之价值,以公告土地限制计算,房屋之价值,以平定标准价格计算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应扣除之 一,农业用地 二,农舍 三,无农舍者,其个人所有实际居住之唯一房屋,该房屋评定标准价格及其土地公告限制合计为超过新台币400万元者,超过者,以扣除新台币400万元为限 同一期间兼据前条及政府发放之生活补助或津贴之资格条件者,得则一申领之 以领取社会保险老年给付者,于本条例87年11月11日修正公布后再加入农民健康保险者或加入劳工保险之余会甲类会员,不是用本条例之规定 不服本条例资格而领取福利津贴者,其以领之福利津贴应由本人或法定计成人自四十发生之日起三十日内绞环,为绞环者,应依法追诉 老年农民福利津贴身领及合法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四之一条,老年农民福利津贴及请领该津贴之权利,不得作为扣押,让与,抵消或供担保之标的 一本条例规定请领福利津贴者,得检据中央主管机关出具之证明文件,与金融机构开立专户,专供存入本金贴之用 第五条,老年农民因中央主管机关84年6月8日发布施行之老年农民福利津贴申领及合法办法 第二条第一项第二款至第四款规定,不能申领福利津贴者,于本条例修正施行后,得依本条例修正施行前规定,申请不发 第六条,老年农民福利津贴在直辖市区域,由中央主管机关负担50%,直辖市负担50%,在省辖区域,由中央负担 但本条例中华民国94年12月13日,96年7月20日及100年12月2日修正之条文所增加津贴经费,由中央全额负担 第七条,本条例自公布日施行 但中华民国92年12月4日修正之第四条,自中华民国93年1月1日施行 中华民国94年12月13日修正之第四条,自中华民国95年1月1日施行 中华民国家